各位大家好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消化系統的其中一個概念 就是講食用纖維的多少 和未經消化的食物在大腸裡停留的時間的關係 這幅圖怎樣去看呢 首先為了方便我講 D就是食用纖維 如果是吃少些食用纖維的話 未經消化的物質在大腸停留的時間就會長些 但是如果你吃多些食用纖維的話 其實你很明顯看到一件事就是 未經消化的食物在大腸停留的時間就會短些 題目就問你究竟以下哪一項可以由上途推斷出來的呢 其實答對這個題目的比率都相對是偏低的 所以你要留意推斷的能力如何去培訓出來 首先第一件事就是 吃多些食用纖維的話 那下去就會增加糞便的體積 那在這幅圖裡面可以推斷出來的呢 體積應該相對來說是難推斷到的 根據這個數據 所以這個就會打交叉了 第二 吃多些食用纖維的話 就能夠保存多些水分 令到糞便軟化 那下去呢 那這個是不是這個推論呢 其實如果你看回這個圖表裡面 就是顯示 食用纖維進食多與少 和未經消化的食物停滯或者停留的時間 那這個是不是有效的推論去說 吃多些食用纖維 那下去就能夠保存多些水分呢 那就未必的 而去到下面那個 如果吃少些食用纖維的話 就會吸收多些營養素 而導致到有較長時間 完成那個吸收 但是呢 在這幅圖裡面 其實是沒有這件事發生的 原因是 這裡是說 未經消化的食物停留的時間長了 但是不是說營養素 所以這個也是錯的 而最後那個呢 就是一個正確的答案了 就是說 如果你吃少些食用纖維的話呢 這幅圖怎樣幫助你去推斷一件事呢 你吃少些的話 這樣呢 未經消化的食物 在大漲停留的時間就會長了 就會紅色那個了 就會長了 長的話呢 就會導致到 糞便變硬了 所以呢 正確的答案呢 就是 最後那個 陳熟據了 那你就會看到呢 當我們去進行這些 推論的成目的時候呢 你記得 小心點 去看清楚 其實這幅圖呢 是在說什麼關係呢 你看到我去講解的時候 第一件事 我會跟你說 如果多的時候會怎樣 吃少些食用纖維 是會怎樣 但是 題目是問得很清楚的 也都需要時間理解的 就是 以下冷項 可由 上圖 推斷出來 是 上圖 推斷出來 所以呢 好考你的分析能力 以及 你那個推斷的能力 這樣呢 就會導致到 當年的考生裡面 只有36%的同學答對了 那 希望今天的分享呢 能夠刺激到大家 一件事就是 當你去看Graph的時候 那個應用那個技巧 那個範疇 你要提升 OK 希望今天呢 可以刺激到大家 那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拜拜